我太受欢迎了该怎么办 原作是咋完结的 哎呀这个问的好啊 千万别让小桑宇这一作的主角见面 不然非打起来不可 该作其实是由女性漫画家 存子老师于2013年至2018年期间 在讲台社旗下的女性像漫画杂志 月刊别册Friend上连载的漫画作品 该作共出了55话正片内容 发行了14卷单行本 我们2016年看的TV动画版 实际正好翻拍了漫画的前21话的内容 正好演到了单行本的第6卷的开头部分 女主周边包括学妹在内 四男一女都向女主告了白 让女主纠结了很久 后面的剧情基本上就是围绕在 几个男主和学妹如何追女主 女主又是如何纠结的搞笑故事 到了37话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个女主青梅组马的男生 这个男生非要把女主占为己有 在女主拒绝了青梅组马之后 女主与赶来的组绝团联手 打晕了行为过激的青梅组马等人 不过因为女主的蹲位太炸裂了 硬是把悬崖给压坏了 在学长去帮忙抬已经晕倒的青梅组马的时候 学长和青梅组马都不幸的摔下了山崖 学长又因为太过善良 导致摔下去的时候 学长特地保护了一下青梅组马 使得学长摔得更加严重 甚至昏迷不醒 这让女主茶饭不思 日夜照顾着学长 终于也让女主发现了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学长 等学长醒来以后 女主想要表达自己的真心 但很快又来了一个眼镜男 横刀夺爱 是要跟学长在一起夺女主的爱 不过最终学长发现自己对女主才是真爱 所以学长抛弃了眼镜男 与女主成功的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然后经历了各种灵魂交流之后 学长先高中毕业了 但女主依然跟学长的关系没有断 并最终女主也考上了学长所在的同一所大学 故事的最后跳到了七年以后 女主跟学长奉子成婚 邀请来了以往的好友 此时学妹已经成为了知名漫画家 而短发男成了学妹的责任编辑 黄毛男成了厨子 小兽男成了服装模特 然后女主怀了孕 又变成了这个样子 女主他们一家祖传营养过剩 多吃一点就会胖回来 但学长显然爱的就是这个蹲位 后来女主的儿子长大以后 对着爸妈的结婚照一顿迷糊 还问自己的爸爸 这个胖女人是谁啊 可见女主生完孩子之后 又瘦了回去 好了以上就是大致的 我太受欢迎了该怎么办的原作完结剧情 其实吧 这个作品是存子老师上岸以后 比较正常的作品了 毕竟这作品一完结 存子老师就又是一个猛子扎回了大海 重操就业 又化难难去了 好了各位 还有啥想看的动漫原作是咋问题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 本期视频点赞过一万 我就两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 为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